这个大光头是极度危险的重刑犯 智商超高 身兼两个学士学位 却无恶不做 绰号毒师 他坐了25年牢 杀过11名育友 引起过三次监狱暴动 两次越狱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转换监狱 单独关押 而像他这样丧心病狂的囚犯 这架运输机上还有十几人 飞机刚起飞不久 他们就开始越狱 就见毒师和老黑掌心出针 然后悄悄打开了手铐 不远处的小黑 从牙缝里扯出一根细线 不断往外拉 最后从胃里拉出一小瓶汽油 和一根火柴 毒师给他使了个眼色 小黑咬开瓶口 将汽油挤在邻座犯人身上 点燃火柴 甩手一丢 囚犯身上瞬间起火 警卫赶来救火 解开了小黑的固定桥料 小黑趁上偷送女警的钥匙 顺时拉下牢民开关 老黑如野兽般冲着出来 对警员痛下杀手 毒师打翻一个警员 直奔驾驶舱 副机长手中拿枪 刚开门查看 就被毒师偷袭 夺枪反杀 毒师枪指机长 威胁他向地面报告 一切正常 机长只能照做 现在整个飞机里 只有毒师一人有枪 他彻底掌控了局面 由于班机规定 除了驾驶室的手枪 和机辅舱有武器外 所有警员不得配枪 就这样 飞机被一众罪犯劫持 而一个名叫凯奇的囚犯 看着眼前发生了一切 不仅没有高兴 反而心中悲愤 暗骂自己倒霉 因为今天 是他假设出狱的日子 他曾是一名军人 但以保护妻子 失手杀了一个流氓 被判了八年 八年的牢狱之灾 让他错过了 女儿的出生和成长 但他并未自暴自弃 每天坚持锻炼学习 与妻女保持出信来往 在狱中积极表现 就为了早日与家人团聚 今天正巧也是他女儿的生日 为了节省时间 他登上了这座 转移重型犯的飞机 但没撑想 竟遇到犯人劫机 真是人要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 囚犯小黑开始 给其他犯人 截手铐脚铁 囚犯短命格刚被解开 就从袜子里 套出一把迷你手枪 挟持了小黑 命令所有囚犯跪下 但毒师反应迅速 立刻挟持了女警 与短命格对折 原来短命格是名基督警 被派上飞机坐卧底 目的是套出毒犯口供 上机前 局长偷偷塞了把手枪给他 一方万一 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场面顿时剑马弩张 眼看要失控 凯奇好言相劝 让短命格冷静 说话间 一名罪犯背后偷袭 解决了卧底警察 毒师给凯奇点了一个赞 夸他刚刚表现不错 但凯奇却拉着大长脸 坐到了好兄弟大山身边 大山是凯奇的八年育用 此刻他焦躁不安 因为他患有糖尿病 必须按时打胰岛素 可就在刚刚的暴乱中 他的针管被踩碎 如果两小时内不打针 他小命不保 可他的死活 毒师根本不管 他们虽然劫持了飞机 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是按照警方原定的飞行计划 中途在卡森市机场降落 那时会有六名罪犯倒战下机 换十名罪犯上级 这十人中有毒师需要的人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们发现 原本要下飞机的六人中 有三名白人囚犯 在刚刚的暴乱中被误杀 而他们必须凑足六人 才能蒙混过关 毒师就问 谁自愿下飞机 一听这话 大山立刻带着凯奇举手报名 但是毒师只要白人 大山空欢喜一场 凯奇安慰他 等一下飞机 他就大喊大叫 不让飞机正常起飞 但毒师也不傻 下机前 他要用胶带封住六人的嘴巴 凯奇心中的小算盘 顿时没用了 若他丢下大山一走了之 大山打不了胰岛素 必死无疑 于是他临时反悔 恍证自己还有15年的刑期 不想错过这次出讨的机会 毒师同意了 派他去给一个警员换上球衣 顶替他的名额 而凯奇在脱球衣时 发现短命格身上榜有录音机 忽然灵机一动 有了新主意 飞机准时在卡森市降落 机上黄沙漫天 接机的警察核枪实弹 严阵以待 毒师等人换上警服 将六人黑布罩头 送下飞机 同时迎接十位新囚犯 而其中有两人非常重要 一个是小辫子 他是哥伦比亚独销的儿子 必须带他一起走 毒师等人才能顺利出国 并得到丰厚的酬金 另外一个是大胡子 他一上飞机就直奔驾驶舱 熟练地拆掉GPS 交给身后的小黑 小黑溜出飞机 把他藏到了一架观光客机上 十名囚犯全部登机 但警方临时又多加了一名重刑犯 加兰格林 他是一个杀人狂魔 绰号角入基 虽然身材瘦小 但手上却有37条人命 他杀人的手段 比臭名昭著的曼层家族 还要残暴百倍 就连毒师这些穷凶极恶之徒 也对他忌惮三分 与此同时 飞机的始发监狱里 两名预警在检查毒师牢房时 发现墙壁上的一道暗格 里面藏有大量的飞机图纸 信件和明信片 他们叫来长官杰德 杰德看完飞机图纸 利用明信片的小口 扩解了信件中的暗号 卡森事件 忽觉大事不妙 起身跑出了房门 可没走多远 一枚预警手欠 打开了毒师留下的铁盒 然后 囚犯交换完毕 押运车刚开走没多远 一台录音机就从囚犯崴里掉了下来 发现不对 预警联盟报告长官通知联盟警局 但大胡子已经启动飞机 在跑道滑行 小黑没赶上飞机 一路狂追 结果倒在了轮胎下 飞机顺利升空 囚犯们官府雀跃 唯有大山凯奇两人心烦意乱 他们根本不想越狱 只想尽快投身 而此时 警局总部已经炸开了锅 面对前所未有的突发状况 探员杰德和缉毒局长 差点打了起来 杰德知道是凯奇在用录音机向他们传递消息 他看了凯奇的资料 断定他不想越狱 就想利用凯奇夺回飞机控制权 但缉毒局长痛失手下非常恼火 直接登上了武装直升机 追踪定位信号 要把飞机打下来 这时 毒师等人正飞往林纳机场 那里方圆石里都没有警察 毒销会派人接应他们 换成另一架飞机 然后远走高飞 但是大胡子发现一个问题 机轮被卡住 不仅影响了飞机速度 到战后也无法正常降落 毒师派老黑前去检查 老黑又叫上了凯奇 两人来到下层才发现 原来是小黑的尸体卡住了机轮 此时 飞机正经过市区上空 凯奇灵机一动 趁老黑不注意 掏出小黑身上的笔 在他衣服上写下几个字 联邦探员杰德 林纳机场降落 随后将小黑丢出了飞机 天降囚犯尸体这件事 顺利传到了杰德耳朵里 根据尸体坠落的方位 杰德断定 囚犯真正的目的地是林纳机场 他赶紧联络局长 但局长不想听他废话 直接挂断 杰德没有办法 知道自己行动 他调动不了飞机 干脆开着局长心脉的跑车 一路飞驰 赶往林纳机场 等局长屁电屁电 追上信号之后 他才真的傻意 意识到自己被耍 立马吊软机头 赶往林纳机场 局长的跑车非常给力 杰德率先赶到了林纳机场 机场年久失修 破旧不堪 他登上塔台 却发现有人抢先来过 已将工作人员杀了 时间不大 运输机也抵打机场 但因为没有塔台指挥 险些和一架飞机迎面撞上 大胡子一个加速台声 闲闲躲过 可等他要降落的时候 速度又太快 眼看要撞上路口的气罐 大胡子收掉前轮 一个机头扑杀 才让飞机停下 众人虚惊一场 走下了飞机 毒师询问小辫子 接应了飞机在哪 小辫子让他不要心急 肯定会来 杀人狂加兰格林 也离开了飞机 独自一人来到一处飞机的泳池边 一个小女孩正在和玩偶玩游戏 加兰格林拿开玩偶 坐到小女孩对面 小女孩开心地对他笑 邀请他一起玩游戏 还教他唱歌 大山的糖尿病发作 为了给他找针筒打针 凯吉挨个房间翻找 可就在这时 他遭遇了三名男子袭击 男子正要开枪 杰德背后出现 喝住了几人 凯吉反应迅猛 空手夺枪 出手干净利落 将三名歹徒撂倒 随后枪指杰德 两人持枪对峙 互相表明了身份 才化敌为友 然后分头行动 但他们两人都没注意 旁边的飞机里 还有一名男子 悄悄躲在里面 这个时候 毒师发现远处尘土飞扬 警方一队人马 正向着他们杀来 顶多十分钟就能赶到 毒师急了 命令大家一起动手 将飞机从土坑拉出来 众人扛着缰绳 全都使出浑身力气 但唯独小辫子 出功不出力 他突然丢下绳子 转身跑向一个房间 原来毒霄是利用毒师等人 救他的儿子 根本没想带他们一起走 小辫子爬上飞机 飞行员立刻启动 冲出了房子 可还不等小辫子高兴 杰德就跳上吊车 放下了吊臂 砸住了飞机 飞机受损 一头撞向加油站 等小辫子爬出飞机 毒师带人正杀气腾腾地看着他 小辫子还想解释 但毒师最恨别人骗他 拿过烟头 甩手丢了下去 警察的车队即将赶到 囚犯们已无退路 毒师给所有人发放武器 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进入机场只有一条路 路两边对面的飞机残骸 是绝佳的埋伏地点 他们打开器官 堆在一起 囚犯各自藏身隐蔽处 准备偷袭 警方毫无防备 一头扎进了埋伏圈 囚犯们火力全开 打着警察措手不及 死伤惨重 杰德立刻驾驶推土机 在前开路 掩护警察冲出包围一圈 而另一边 大骨子驾驶拖拉机 将飞机拉出土坑 而凯奇也带着针管 赶到了飞机旁 上机前 他留了个心眼 将绳子一头拴在石柱上 不让飞机起飞 等他上了飞机 一名囚犯正要对女警图谋不轨 凯奇最恨这种老色批 二话不说一顿胖揍 用手铐将他吊了起来 局长的武装直升机 终于在这时赶到 囚犯不敢练战 立刻撤回了机舱 准备起飞 杀人狂加烂恶林 手拿小女孩的玩偶 也回到了飞机 都市发现飞机被绑住 开枪扫射 打烂了石柱 可没声响 绳子正巧甩进了车窟 勾住了局长的跑车 带着跑车一起 飞上了天 地面上 小女孩挥动玩偶 向飞机道别 机舱里 凯奇给大山注射完胰岛坐 但两人也错过了时间 没能下飞机 刚刚死里逃生 都是脸色难看 他知道有内鬼 不但告诉警察 他们降落了机场 还把绳子捆在石柱上 他抓来女警 倒数三生 内鬼自己不现身 就打爆女警头 大山西一横 拦住了凯奇 一人做事一人当 有种冲我来 他话音刚落 都市就给了他一枪 但都市只是拿到寻开信 他手里拿着凯奇女儿写的信 早就知道凯奇是内鬼 他刚要对凯奇动手 局长怒气冲冲 坐着直升机追了上来 他要为他的跑车报仇 对着运输机一顿扫射 还要把飞机炸下来 幸亏接着用直升机挡住了弹道 才没能发射飞弹 都市带人集中火力反击 凯奇趁虚而入 闯入驾驶舱 通知局长不要轰炸 他会逼迫大胡子 找地方降落 都市想要闯进来阻止 却被女警背后偷袭 打晕了过去 飞机冲开云雾 眼下竟是堵城拉斯韦加斯 但飞机一个引擎失效 燃油即将耗尽 无法飞到机场 只能在堵城大街上紧急迫降 飞机一路横冲直撞 爆炸成此起彼伏 最后撞进了一家五星球电 才彻底停住 警察和消防队随即赶到 生还的囚犯相继被捕 但都市老黑大胡子 却趁乱上了消防车 逃离了现场 凯奇和杰德骑上摩托车 紧追不舍 老黑站着车尾向两人开枪 凯奇一个加速 抓住消防云梯 脚下的摩托直中车尾 瞬间爆炸 老黑葬身火海 而杰德爬上车顶 用斧头劈开一个洞 用水管对着车里注水 大胡子喝得很饱 打了两个宝格 一头栽下车 而毒师死得最惨 他被凯奇靠在云梯上 直挺挺撞向天桥 整个人被甩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了工地传送带上 等他睁开眼时 越狱囚犯死着死 抓了抓 唯独杀人狂加兰格林 逃出升天 凯奇终于和亲女团聚 一家三口相拥落泪 劫后余生 家人的相聚 更显弥足珍贵 影片空中监狱 1997年上映 拖拖着90年代美国大片 故事跌宕起伏 动作场面宏大 现在看来依旧够硬 够精彩 虽然凯奇大叔之后烂片品出 但回首过往 也不乏精简之作 当年全民偶像的地位 绝非浪得虚名 这等硬汉的尼古拉斯凯奇 你喜欢吗 更多精彩的动作电影 咱们日后接着说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